爱王一博 是因为他对自己喜欢的东西 拼尽全力去喜欢 跳舞也很牛逼 骑摩托车玩滑板的各种技能 学习能力很强 每天感觉每期都在报课外补习班 或者别人太有意思 真的很有意思 第三年他还是很新鲜的 我看街舞被他圈住了 我以前不关注明星 当我看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明显觉得落地后 其他人都觉得结束了 他不会再吃了 佳尔本来是用毛巾帮他挡的 落地后佳尔就走了 或者随便换个别人 99.99%都不会吃 但他直接趴在地上吃 我感觉到的是 他不在乎自己的形象 包裔 不会觉得没面子会被嘲笑 感受到他的胜负欲和对街舞的热爱 也可以反观来说 正是因为他非常热爱街舞 所以当时才会有如此强烈的胜负欲 假如有人拿这个黑他那也纯粹是为了黑而黑 稍微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就不会觉得这是他的黑点 一博才不在乎这些虚的 对了 我觉得他在舞台上会发光 我是剧粉 然后看了舞蹈就变成了舞粉 最重要的是他真的不做作 不做作 这就是我会一直喜欢他的原因 我相信我会像我喜欢周旭一样 无论多久 我都会一直喜欢下去 因为如果我不卖人的设计和真相 我就不会因为我的实力和努力而崩溃 这件事我也很震惊 别说我哥了 我老公我爸妈剩下的我都不吃 原谅我洁癖 其实他并不介意吃孩子的剩饭 真的太接地气了 他真的很有魅力 我很崇拜他能活得这么洒脱 我觉得他的人生经历很精彩 他才23岁 我真的觉得我白活了 我喜欢王一博 因为他特别喜欢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不行 我非常羡慕王一博 还想如此直直地活着